妈妈离婚后我跟我妈 她却骗走了我的全部积蓄三十万 去给表弟买房 而我被表弟一刀捅死 妈妈看到我的尸体后 还安慰他说 别怕 姑姑给你出谅解书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父母离婚前戏 妈妈目光笃定地问我 倩倩 你跟谁 我在无边黑暗中被推了一把 睁开眼睛 面前是怒气冲冲的妈妈 和默默抽烟的爸爸 舅舅正在叫嚣 你的就是我姐的 我姐的就是我的 既然是我的房子 我儿子凭什么不能住进来 这熟悉的画面 我竟然重生到了高三 每当我回过神 妈妈的手指几乎要伸到我脸上 倩倩你说 你表弟要上初中是不是很关键 你是不是应该去住校 把房间腾出来给他 上一世 我因为妈妈日夜的挑唆 一直和爸爸关系冷淡 妈妈要求高三的我 让出自己房间给表弟 爸爸说什么都不同意 我却为了赢得妈妈的夸奖 直接应下 后来舅舅借着照顾表弟的名义 也住进我家 爸爸终于忍无可忍和妈妈离婚 我的抚养权归了妈妈 从此开启了悲惨的人生 见我不接话 妈妈急得又推了我一把 我没站稳 直接倒在地上 爸爸慌忙扔了烟头过来查看 妈妈去屋子继续喊道 说话呀 你个废物 傻站着干嘛 爸爸是老实人 此刻见我摔倒 声音却出奇的大 还在那喊什么 孩子被你推倒了 看不见吗 表弟王长新正掉锒铛的打游戏 听到爸爸的声音 不屑的切了一声 别吵了 我都听不到对我说话了 我坐在地上 看着爸爸还没有变老的面容 眼泪大颗大颗的滑落 在我死后 妈妈果然迅速出去家属谅解书 瞒着爸爸直接将我火化 得知消息的爸爸一夜白头 冲去和表弟拼命 被他一把推下楼梯 我的灵魂飘在半空 试图抱住爸爸 却怎么都触碰不到 只能听到他最后的泥喃 都怪爸爸 爸爸以为我摔疼了 转身拿指给我擦眼泪 妈妈却抢过桌子上的纸巾 扔到地上 哭哭哭 你有什么好哭的 你是姐姐 就应该让着弟弟 更何况 长心现在学习不好 都是你害的 爸爸被妈妈气得满脸通红 愤怒地站起来要和他争论 此刻我已经彻底清醒 拉住了爸爸的手 爸爸以为我还要和从前一样阻止他 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失落 妈妈见此 却是一脸得意的笑 江建国 你也是个废物 你再怎么样 女儿还是像的妈 啪的一声 他最后的话没有说出口 便捂着脸间叫起来 江倩倩你这个赔钱货 敢打老娘 看我今天打不死你 舅舅见此也要上前打我 他的手离我还有半寸 就被爸爸踹了出去 谁敢动我女儿 我现在就和他拼命 在爸爸突如其来的震慑下 两人不敢再有动作 我脸上泪痕已经干了 毫不畏惧地 看向舅舅和妈妈 他上初中很关键 我现在读高三 就不关键了吗 像是从未想过 我这个拼命想要得到 他疼爱的女儿 会有反抗的一天 妈妈捂着脸愣住了 舅舅反应去很快 对着我骂道 你一个赔钱货 站着这么好的房间读书 有什么用 你弟弟好好念书以后 才能考上好大学 到时候他有了好前途 不是也会帮衬你吗 我对着他冷冷开口 他这个只会打游戏的废物 也配替帮衬我 不和你一样 做熙姐姐写的垃圾 你都得出去扣鞋上天 上一世 我学习很好 在重点高中每一次考试 都能冷拿年纪前十 但在妈妈眼里 我的分数再高 都比不上表弟喊他一声咕咕 那时候 为了在妈妈眼中更乖更听话 得到更多妈妈的关注 我毫不犹豫的 让出了自己的房间 只为了让他开心 可我自己却因为 不适应住校生活 三天两头生病 功课一落再落 最后分数只够上 一所普通大学 拿到高考成绩后 妈妈和舅舅 尖酸刻薄地嘲讽我是废物 夸表弟虽然开校晚 以后却一定能超过我 我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妈妈 这一次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妈妈被我的目光 盯得几倍发寒 后退了一步 江倩倩 你今天是不是疯了 不仅打我 还用这种目光看我 我迎着他的质问昂起头 想让我让出自己的房间 你们别做梦了 趁早带着这个废物 滚回乡下 早点让他学中地去吧 妈妈坚硬的不行 语气竟忽然软了下来 我这也是意识着急 千千你想啊 要不是你想说 把长心摔坏了 他也不会开窍这么晚 你得对他负责任才行 舅舅被爸爸一脚踹得起不来 听到妈妈的话 也跟着开口 是啊 要不是你 长心保准每次都能拿全班第一 被他不耐烦地挥开 无奈之下 我试图将王长心抱到牌桌旁 让大人看看他为什么哭 但我太小了 手上没有力气 不小心将他掉在地上 这下王长心哭得更大声了 我不知所措地待在原地 被闻生而来的妈妈一脚踹开 他急匆匆地抱着王长心去了医院 只留给我一句话 你弟弟要是有事 我一定会杀了你 因为这一摔 他们抱着王长心从村里诊所 转到县里医院 又到了市中心医院 最后去了省力医院 所有医生给出的结论都是 孩子很健康 一点都没有伤到 即便如此 在后来的日子中 王长心的所有问题 都被推到了这一摔上 他走路板是被我摔的 成绩差是被我摔的 天天打游戏也是被我摔的 因为这一摔 我的零食要让给他 玩具要让给他 零花钱也要让给他 可那时 他们都着急带 毫发无损的表弟 去医院看病 只有爸爸抱起了 被踹到在地 磕破脑袋的我 多可笑啊 目光冷冷地扫过 恍若未觉 戴上耳机 继续打游戏的王长心 我冷笑问道 当时所有医生都说没问题 怎么 你俩比医生还懂 过去 每次我不愿意 让人王长心的时候 他们都会拿我摔过他说声 逼着我做出让步 这是我第一次 如此质问他们 妈妈脸色变了又变 声音也小了下来 他这是内伤 医院查不出来的 我笑出了声 我当时六岁 身高不过一米二 这样的高度 怎么把一个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孩子 摔出内伤 难道我从小就是个武林高手 爸爸听了我的话 又不可知的复合 我女儿说了 房间不会让 听懂了 就都给我滚出去 随后他揉了揉 我散乱的头发 我这傻孩子 可算长大了 我直接拿起 堆在客厅的行李 扔出门外 对着完全呆住的舅舅 开口道 请吧 见我如此软硬不吃 舅舅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扭头对妈妈说道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女儿 随后他拉起 还在打游戏的王长心 就做事要走 妈妈慌了神 扯住表弟的袖子 试图让他留下 却被直接甩开 我爸有你这种姐姐真是倒霉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妈妈这下真的急了 急冲冲的向我扑过来 一巴掌狠狠甩在我的脸上 不听话的见东西 你凭什么不让你弟弟 我今天就打死你个不孝女 我被他打得脑袋汪汪作响 眼前妈妈的面容 渐渐和上一时 他在我死后安慰表弟时的面容靠近 合二为一 一时间 我的心如同被扎入万把钢针 疼痛难忍 我颤抖着开口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我妈 听到我的问题 妈妈愣了一下 但他马上冷哼了一声 你现在给舅舅和弟弟道歉 乖乖把他们的东西搬进去 我还能认你这个女儿 不然你以后就没妈了 这也是前世妈妈惯用的 胁迫我答应要求的手段 可惜 如今的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我惨笑一下 对他说道 好 妈妈这才松了口气 手向着大门方向一指 那你还不快去把行李拿回来 把床单定弟弟换上新的 江建国你也别愣着了 赶紧打电话给他班主任伴住校 爸爸没动 我也没动 我继续开口 我是说 没你这个妈 很好 妈妈不可置信的哆嗦着嘴唇 你说什么 你可真是 真是要气死我 你不是最喜欢妈妈 最听妈妈的话了吗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我甩开他 想要摸我额头的手 从前我是很渴望得到 你的关注和母爱 为此也做出了无数个让步 但今天 你竟然逼迫我一个 高三下学期的学生 让出自己的卧室 给一个从小欺负我的弟弟住 我终于看明白了 自从他出生后 你心里就再也没有做我这个女儿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要你了 妈妈眼中似乎闪过一丝难过 他像是要说些什么 这是舅舅大声喊道 你们一家人是故意演戏给我们看的吧 王叛帝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这种心眼 不想让我们住 就直说 我今天也是看透你这个姐姐了 说话间 他一把拉过王长心 拎起被我扔在地上的心里就要走 妈妈眼中的难过消失了 变成了无穷的愤怒 他飞快地去追赶正在下楼的舅舅 只留给我一句话 你表弟要是不高兴了 我回来一定打死你 看着他消失在门口的背影 我心中再无波澜 爸爸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询问我要不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我摇摇头 带着浓浓的鼻音说道 爸 对不起 心中思绪万千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 却被爸爸直接打断 傻孩子 我是你爸 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怕服在爸爸的肩膀上 我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哭妈妈的偏心 哭我的蠢笨 我竟然用了一辈子才看清 苦苦追寻的可笑母爱 不过是一场泡影 眼泪止住后 爸爸去厨房 给我当热水喝 大门没关 妈妈直接推门进来了 他面沉似水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直接对着我冲了过来 将倩倩你这件货 我让你弃走你的弟弟 我现在就杀了你 上一世 我死在表弟王长新的刀下 导致我内心对刀十分惧怕 如今我看着拿着刀的妈妈 吓得忘记如何躲避 我的声音像被卡在喉咙里 上一世 我没来得及喊出最后一声妈妈 这一世 我也没能喊出爸爸救我 寒风擦过我的面颊 不是妈妈手下留情 是爸爸及时出现了 他没有丝毫考虑 直接用身体把妈妈撞飞出去 刀没能砍死我 但砍到了妈妈自己的手臂上 流出的血液和尖锐的疼痛 似乎换回了妈妈的神志 他冬的一声 将刀丢到一边 放声大哭起来 我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你弟弟 你就妈去得早 舅舅一家只能靠我帮扶 你是我的女儿 你就该和我一起 为你表弟付出全部 我静静地看着他发疯哭嚎 脑海里全是上一世 被表弟乱刀砍死后 他温柔安慰表弟时的画面 难道就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 我就该压榨自己的一生 去帮助一个未来的杀人犯吗 我听到自己在说话 声音却没有一丝感情 你刚刚差点杀了我 你为了一个不学无数 吊锒铛不三不四的废物 差点杀了你的亲生女儿 如果不是爸爸及时推开你 我现在已经死了 而你坐在地上哭诉说我不笑 你既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生我出来 为什么纵容舅舅和表哥 一次次欺负我 霸占我的东西 侵占我的房间 这不是第一次了 从我既是起 小到零食玩具 大到上一世 我的全部继续 无论表弟需不需要 只要对他有利的 妈妈会全部帮他从我手中拿走 面对我的质问 妈妈哑口无言 只会翻来覆去的念叨他的那套理论 你是姐姐 必须让这弟弟 你摔坏的弟弟 必须补偿他 你长大了要嫁人 弟弟就是你的娘家 终于爸爸忍无可忍 打断了他的说辞 第一 王长欣是倩倩的表弟 他这么多年的忍让 已经够人知意尽了 第二 当时各大医院都给王长欣检查过身体 他没事 但是我的女儿被你一脚踹出去 磕破了脑袋 第三 这种废物娘家人 我们倩倩不需要 我才是倩倩真正可以依仗的后盾 随后 他对着无言以对的妈妈说道 你从婚后 一直转移我的财产给你弟弟 拿走我家里的东西给你弟弟 我没有选择离婚 都是因为你是我女儿的亲生母亲 现在你因为倩倩不肯让出自己的卧室 就要迟到杀了她 我看你对倩倩也没有多少母女情义 我们离婚吧 文言 妈妈彻底正愣住了 随后她爆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将见过你个畜生 谁家当姐姐的不帮衬弟弟 你就为了这点小事 要和我离婚 我没等爸爸开口 就对着他说道 你要帮衬你的弟弟 可以用自己的财产去帮 可是你呢 你自己没有工作 家里的电话响了 是舅舅 她的声音只高气昂 王昭弟 你要饿死我吗 妈妈听到后 马上画了一幅面孔 嘴角都带上笑意 欣欣今天想吃什么菜 我这就来 挂断电话 妈妈看向我的眼神异常冷漠 她的声音中满是恨意 我和你们两个不通人情的畜生也不够了 离婚就离婚 房子得归我 这女儿也不是个孝敬长辈的料 我不要了 我文言大喜 上一世 爸爸提出离婚后 妈妈一直抱着我哭 说离了我活不下去 我那时 第一次感觉妈妈是爱我的 被她的眼泪打动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着妈妈生活 没想到她以我为妖邪 逼迫爸爸将房子和财产后都散给她 并威胁说没有钱会让我过得很惨 爸爸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后来爸爸一个中年人同时打几分工 才挣够了三十万给我 他怕我将来出嫁时 妈妈不给我准备嫁妆 我会被婆家人瞧不起 想到这些 我的眼眶又开始酸涩 我看向爸爸 爸 我要跟着你 妈妈听到我的话 毫不在意的冷哼一声 你们可真是一脉相承的狼心狗肺 我要钱和房子 爸爸贪贪手 钱都被你拿去给你弟弟了 我没钱 房子是婚前财产 不可能分给你 妈妈再次尖叫起来 我不信你自己一分钱没藏 没钱就给我一半房子 我和爸爸无奈地翻了白眼 爸爸说道 你爱信不信 现在离婚可以把卡里最后的五万分给你一半 不然我就去起诉 你什么都拿不到 妈妈只是思考了几秒 就点头答应了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表弟迷上一款游戏 他想要里面的限定皮肤 多次找我妈要钱 我妈因为掏不出钱来 被王长欣数落了好几次 现在那款皮肤就快下架了 妈妈急着拿钱去 给王长欣充游戏 这就是我的妈妈 一件衣服都舍不得给我买 却愿意为了表弟的游戏皮肤 答应马上后爸离婚 我深深地为上一世的自己感到不值 妈妈拿到钱的钱 离婚协议顺利签署完成 离开家前 她看向我 眼神中满是嘲弄 你舅舅聪明 会搞投资 用不了多久就能挣大钱 你表哥开窍完 以后学习一定能超过你 上得好大学 你跟着你这个无能的爸爸 就等喝西北风去吧 两个不知眉眼高低的废物东西 我没有回话 用力动的一声关上门 这些年来 妈妈从来都是拿着爸爸的钱 去补贴舅舅一家 从未看得起我们父母俩 可她却没想过 让她在娘家人面前骄傲的资本 是爸爸 没了舅舅一家的打扰 和妈妈三千两头的贬低 我很快回到了学习状态 对于学习这件事情 上一世我就不是天赋型选手 那时候我想 我学出好成绩来 妈妈应该就能看到我了 因为表弟无论如何 也不能从成绩上超过我去 虽然结果让人绝望 但刻苦学习过的知识 都深深扎根在我的大脑中 现在的我 正好可以查落骨缺 上一世住校后落下的课程 放下一切繁杂念头 我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爸爸担心我累坏了身体 每天变招法地给我做营养餐 这是上一世 我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一抹考试 我进步明显 直接挤进了全校前五 考试结束后 为了庆祝 爸爸请我去饭店吃大餐 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妈妈 自从离婚后 他除了打电话来 需要要过舅舅一家对他多好 他现在有多幸福之外 再没联系过我们 此刻他正坐在舅舅和表弟对面 低着头为打游戏的表弟包虾 表弟的碗里 挑掉虾线的肉 已经堆成一碗小山 拆掉的虾头妈妈舍不得扔 每一个都要放在嘴里瞬息一遍 表弟等待复活的间隙 正好看到妈妈在吃虾头 皱着没呵止他 你别做出这副乡下人的样子 你想丢死我的人吗 妈妈神情尴尬 没有说话 低着头继续包 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起我 这个一直在餐桌上 为妈妈包虾的小女孩 以前每次出去吃饭 妈妈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照顾舅舅和表弟身上 我怕他饿 又怕他吃不好 每一次都会小心地给他包很多虾 就放在他面前的餐盘中 等着他自我玩表哥来吃 没了你 我爸的工资再也不用分一大半出去 当然可以带我来吃饭 我们就是天天吃也吃得起 倒是妈妈你 分到的财产最好自己捏紧点 别回头花完了 哭都没地方哭去 舅舅一直有手好闲 就连租的房子 都是找妈妈借钱付的房租 这钱当然不会还就是了 但妈妈依然相信 他是大器晚成的天才 不管舅舅随便找什么借口 都会批颠批颠地来找我要钱 我可不信以舅舅的经济水平 能吃得起这样的餐厅 坐定后 我一直观察着舅舅那一桌 果然 服务员拿账单过来时 舅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妈妈就面色如常地 从口袋中掏出钱付账 见此情景 我还是忍不住在心中叹了口气 妈妈只知道 现在花钱带着表弟和舅舅吃好喝好 他们就会欢迎他的到来 却没想过以后 饭后 我没有丝毫怠慢 赶回家继续刷题 爸爸劝我休息一下 我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因为我知道 我这一世是从死神手中偷来的 我必须努力 考上好大学 让爱我的爸爸过上好日子 这时 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念头 上一世 就在一魔发成绩的这天 宿舍中有人兴奋地讨论 向门口的呱呱乐摊子 有人刮出了一百万 我的大脑拼命运转 试图回想起其中的细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说那是一张红色的呱呱乐 没有丝毫犹豫 我找爸爸要了一千块钱 疯也是地跑回家门口 买呱呱乐的大爷刚好出摊 见我愣在原地 问了句要买什么 我控制住声音中的颤抖说道 我要所有红色的呱呱乐 大爷似乎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要求 有点好笑地说道 红色的两本 八百块 没等他说完 我就出声打断道 不要了 随后我在小摊上再三翻掌 确定没有遗漏任何一张红色后 抱着两包呱呱乐又跑回了家 爸爸觉得莫名其妙 但看到沉迷学习的我 好不容易有了其他愿意做的事情 也乐得和我一起边聊天边刮 直到倒数第三张 我们才刮出了那张一百万 我高兴得又蹦又跳 你自己存起来 看着爸爸眼角笑出的纹路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知道 在我高考结束后 学校后面的商业街会迎来拆迁 而现在那里的楼房破旧 价格低廉 正是买入的最佳时间 一百万当然不够买一套商品房 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爸爸 用这笔钱做首付 剩下的贷款 买下了其中一座最大的门面 爸爸将信将疑 但我再三坚持 他还是摇摇牙买了 有了这套拆迁房做底气 我再没了别的杂念 更加专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 二摩 我考进了年纪前三 我所在的高中 是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 年纪第三 代表我拿到了 可以去任意所新一大学的通行证 和爸爸再一次去庆祝时 妈妈打来了电话 刚接通 他就开口问道 倩倩 那你有没有钱 借给妈妈应应急 你弟弟和同学打架 把人家打伤了 他们开口就要二十万 不然就要送你弟弟去坐牢 我只回了他两个字 没钱 妈妈的声音尖锐起来 你怎么可能没钱 你爸工资那么高 妈妈又连续打来几次 我忙着刷题 直接把他的号码 加入了黑名单 一直到爸爸做好宵夜 端到书桌旁 我才从书本中抬起头来 边吃饭边刷手机 发现收件箱里 堆满了舅舅和表弟 发来的乌言汇语 我无奈地择了一声 这一家人都离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填着脸 找前任姐夫哥要钱 爸爸此刻也低声开口问我 倩倩 你妈她说你表弟打伤了人 现在要赔一大笔钱 你觉得 我抿了名嘴 还是拒绝 舅舅这些年 以借钱的名义 拿走了我们家这么多钱 一次都没还过 不借给他 爸爸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学路上 我被妈妈拦在了学校门口 她那衣服 还是离婚时穿走的那一身 上面的花纹 因为洗过太多次 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她的头发也乱糟糟的 眼窝深陷 好像很久都没有睡过好觉了 看到我 她的眼睛亮了亮 但又马上摆出 平日面对我时的具奥神色 看来没了我 你多的也还不错 我直接打断她 有你和没你有什么区别吗 你和爸爸没离婚时 也只会去给表哥做饭 给舅舅洗衣服 根本没有好好照顾过我 她为我对的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说道 先不说这个 你有多少钱 你先转给我 你表弟等着钱救命呢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她打伤人 该赔钱赔钱 该紧绍管所进绍管所 这些和我都没关系 别用你们的事情 来打扰我的生活 妈妈的表情 由尴尬变成愤怒 生意也拔高了几度 江倩倩你个狼心狗肺的见货 我生你不如生块叉烧 少跟老娘废话 给我拿钱 我知道你有钱 我没再理她 静止走进学校 因为我每次都是进步之心 经常在国旗下演讲 门卫大叔都认识我 直接将妈妈拦在了门口 但我还能听到 她不甘心的大喊 江倩倩你个没用的废物 这次不帮你表弟 我一定让你后悔 她真的说道做道 晚上放学时 我一边戴着耳机听英语 一边往家走 忽然脑袋一阵剧痛 我惊恐地回头 看到了拿着棍子的妈妈 电关火时 见我明白了她的目的 来不及思考 把腿就跑 一直到进了家门 我的眼泪才落下来 她打算打冤我 将我绑架 为表弟换取赔偿款 但是她第一次做这种事 她直接把我打死 所以下手轻了一点 让我虎口逃生了 我的亲妈 竟然丧心病狂 到了这种程度 我把手指捏得歌风作响 心中有了主意 第二天 我如常上学 果然在拐进小路时 被两个人猛地抓住 塞进一辆面包车中 不出所料 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救 看到我的目光 妈妈毫不留情地 给了我一巴掌 看什么看 你这个赔钱货 老娘真是白生你了 你弟弟等着钱救命 你竟然真敢见死不救 那现在这个局面 可都是你自找的 舅舅在前面开车 冷冷地打断她 姐你和她废什么话 一会交了货 她是死是活 和我们没关系 原来不是绑架 是拐卖 我的眼中满是恨意 双眼怒视着我的亲妈 她丝毫不以为意 要不是你长得俊 能卖个好价钱 老娘现在 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妈的 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最后要离婚你 竟然选你爸那个废物 她越说越生气 又狠狠给了我两巴掌 不许再这样看我 你还有没有礼仪廉耻 谁允许你这样 瞪着自己亲妈的 舅舅此刻倒是放松下来 也跟着附和道 就是为弟弟付出 那是每个姐姐的荣誉 江倩倩 你对你表弟见死不救 被卖到山沟沟里 就是你的报应 我嘴里被塞了抹布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干脆闭上眼睛养神 但我不说话 妈妈和舅舅的乌颜慧语 却一路都没有停 他们从我六岁时 摔了王长心开始鼠弄 一直讲到我这次的见死的舅 在他们二人的嘴里 我是世界上最不孝之人 最冷血之人 最恶毒之人 我在心中静静想着 他们就从来没有一次反思过自己吗 舅舅没有反思过自己 好意无劳不求上进 一生只做一只吸姐姐血 却沾沾自得的蛀虫 妈妈没有反思过自己一生 没有真正爱过女儿一次 却要求女儿倾尽一切 去帮她娘家 我靠在晃动的车中 思绪万千 失望至极 过了很久 终于到了他们口中的交货地点 妈妈又仔细检查了一遍 绑住我双手的麻绳 用力将我口中的抹布塞了塞 这才牵着我下车 面对着满口黄牙的老男人 他毫不在意地将我推了过去 咽咽货 钱呢 老男人看到我 眼中满是银鞋的光芒 搓了搓手 妈妈只是看了我一眼 一句话都没留下 就跟着舅舅向外走去 他们想用这笔钱 去救表弟王长心 他们很着急 怕表弟的人生履历上 会因此留下污点 所以他们用我来换这笔钱 我本以为自己会很难过 但没想到 毫无感觉 我的心继续跳动 一如往常 妈妈和舅舅脸上的笑容 没能保持太久 他们刚出门 就被跟踪完来的警察 暗倒在地 老男人见状 将我一推 就想翻窗户出去 但这间房子被包围得严严实实 挣扎 指着我破口大骂 将欠欠你这个婊子 贱人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有意害我 我和你拼了 你快和警察说 这都是误会 快说啊 说我是你亲妈 这是我给你找的老公 我站在他面前 脸上扬起大大的笑容 你早就不是我妈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妈妈 会爱表弟超过自己的女儿 也没有任何一个妈妈 会卖掉自己的女儿 去给表弟换赔偿款 舅舅被按在地上 急得直扑腾 他也和妈妈一样 对着我破口大骂 再让我看到你 我一定直接杀了你 让你帮帮你弟弟 又能怎么样 啊 你给老子说话 我还是继续笑着 回答道 我和蠢货无话可说 得知这是我的亲生母亲 与舅舅后 警察都看不下去了 将两个人 直接押上警车带走 而我经过一番问询后 很快被放了出来 前一天被妈妈 在街上打的那一下 我就隐约猜到 他们想做的事情 但我中活一世 怎么可能数以代弊 我直接报警 警察本来不信我说的话 在我的再三恳求保证之下 他们还是选择 拍名警员 远远地跟在我的身后 没想到 妈妈为了就表弟 竟然如此急迫 只过了一夜 就再次下手 我信任人民警察 他们果然如我所料 神兵天将 而我的妈妈和舅舅 也要得到 属于自己的报应吗 他们都被判了五年 知道消息后 爸爸抱着我痛哭流涕 这是记忆中 爸爸第一次 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怪我一个人 去做如此危险的事情 我乖乖地低着头 听着爸爸的唠叨 心中却满是幸福 很快就到了高考 这次我信心满满 最后的几次摸底 我都稳稳地排在 全年级第二 我相信只要正常发挥 这次一定可以 考进自己喜欢的学校 面对考卷 我下笔如有神柱 顺利达完所有科目 出考场时 远远地就看到了 爸爸捧林书花 垫着脚冲我招手 爸爸今天特地穿了西服 满脸笑容 我脚步轻快将他跑过去 这时 我的眼前闪过一道黑影 随后整个人 被爸爸护在身下 接着 我看到了很多血 四周都是尖叫声 我的瞳孔艰难聚焦 我看到了表弟手中握着匕首 冲着爸爸的身体 一刀刀刺了下去 身体比大脑先一步行动 我大脑一片空白 但左手已经死死握住了刀刃 阻止了刀子的深入 然后我爆发出 凭生未曾有过的力气 一把将吃肥的表弟向后推去 他的脑袋装在花坛的装饰石雕上 很快印出了大片鲜血 王长心满眼 不可置信地倒在了我的面前 嘴中还在不停地呢喃 你是姐姐 你不能伤害我 我顾不上管他的死活 扑倒爸爸身上查看 他的胸口也满是鲜血 却对着我扯出一个艰难的笑容 随后 他从胸口内侧的口袋 掏出一本房产证 好孩子 你要买的商铺房产证办下来了 护主我写了你的名字 本来想带着来接你 在今天这个好日子 给你一个惊喜 挡了一下 伤得不重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我抱着爸爸的身体 嚎啕痛哭 医院的急救室外 我默默地跪着恳求上天 上一时是我太蠢 这一时 我不能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 急救室的门很快被推开 医生对我笑了笑 恭喜你 运气不错 刀子虽然是冲着致命未知词的 但是因为遇到阻力 伤口并不深 我深深看着爸爸失血过多苍白的脸 终于放松下来 直接瘫倒在地 在医院的精心救治和我的陪伴下 爸爸很快恢复如初 这时候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我如愿考上了自己喜欢的顶尖学府 一番庆祝后 我去监狱探视了妈妈 她整个人都操老了不少 面容憔悴 但看到我 还是满眼恨意 我却不是来找她虚旧的 而是为她带来 她最爱的表弟的消息 妈妈 表弟摔成了植物人 我高考结束那天 她想要拿刀杀了我 但爸爸替我挡住了刀 我把她推开时 她的脑袋撞到了石头 可是大家知道了这件事 全都夸我是个孝顺的好女儿 看到爸爸受伤时 竟然用手抓住刀刃 这件事情被定义为健义勇为 我现在走到哪里 都有人夸赞 你会为我开心吗 妈妈 合着厚厚的玻璃 妈妈目自欲裂 眼神仿佛要在我身上 盯出两个窟窿 等我出去那天 我觉得饶不了你 我对她笑了笑 那你最好快点出来 因为我考上了最好的大学 还有一套房子要拆迁 爸爸可能要陪我 去别的城市定居了 而你 还是先想想 初遇那天 舅舅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样吧 随后 我还是保持着甜美的笑容 挂断了电话 妈妈一把将话筒摔翻在地 马上被你姐按住 带了回去 我想 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 妈妈